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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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虽然我有点点头痛 可是呢 我感觉 我很需要做点好事 当然做好事就有很多类型的方式 可是你们知不知道 简简单单的一个赞美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Thorry是这样子讲啦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要试一下 看到水 我就硬硬硬硬硬的 就站他一下 看他是不是 开心一点的 哇 剪了新头发 剪了很久耶 只是 那是我梳头发吗 你有看吗 很好看的 嗯 久站了快站了啊 有 你的快站了什么 没有 真的好看 真的 我还要照镜子啊 这样敲啊 哈哈 首先在呢 我们的一个两个人 都学Vlogger了啦 你看看 Bernard有他点相机 哦 然后他刚才跟我讲了 很久很久没有Vlog 所以他 不许讲话了 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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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久没有讲了 不要拍我Vlog的 OK 不要感觉OK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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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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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刚刚我跟Bernard去吃完东西以后呢 然后我就回到家五点多 然后突然间我就收到一个Message 说 等下间哦 我就想啊晚上要去哪里哦 本来我以为是没有怎样的 过后我一检查的时候 我才发觉 OMG 原来我约了今天要去988 那个Radio Station 然后我就要快快的冲凉一副 本来我还是要回家睡一下 因为我刚才很疼痛 没有想到叻 现在我就要在赶着路啦 可是 好彩是他提早去提醒我啦 不然的话我真的是 赶不到去啦 尤其我是要去的是PJ Area 所以会很赛车 现在六点 去到应该是刚刚好不了 然后这一次呢 将会是我人生里 第二次上酒吧吧 上一次 我有上 可是我都没有做Vlog 所以就没有秀到大家咯 可能你没有follow我的Facebook的话 就会注意到啦 哈啰 还是MGM 好像帅啊今天 然后今天又去拍摄 所以要穿帅一点点 不过是有外套的啦 这样子不行啦 嘿嘿嘿 今天也ok嘛下雨欸 现在我就上到来他的radio station了啦 基本上他们其实是share的 同个公司可是有几个平台 好像CINA FM 988 那些这样子 That's why 你来看到会很多个brand 然后现在我只是需要做东西 就是等咯 因为那个节目是8点半才live 所以就要等咯 还有等来另外一个嘉宾 然后在我们离题太远之前呢 见我站的那几位咯 他们都是会有带笑容的 所以成功了一半 晚上8点40分 你好我是标明 今天晚上19H2H呢 这两位嘉宾呢 也已经从今上过来了 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欢迎 车小浦 哈啰大家好 我是车小浦小潘的 还有就是齿尾虫 哈啰大家好 我是齿尾虫 Joshua 好啦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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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小步 干嘛 你知道你今天很美吗 没有啊 走之类的 所以没有讲世界 不要 站你美啊 就今天那一幕 天天那么美 你出来了啦 拜拜 可能刚刚那个有点勉强 所以他get不到我到底在做什么 咳咳咳来哦 刚刚那个九八八的section就过得非常的顺 因为我非常多的东西来讲 可能是话题适合我的关系啦 compare之前哦 我没有什么讲话的咧 然后现在呢 我就要去面对一些好久 好久没有见的朋友啦 哈啰 人家走了你猜到 你偷拍我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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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已经好吗 我就知道才偷拍不见了 我现在做了一些不见得光的事情 所以 比较 没有 你偷拍我十五 不可以不可以 你偷拍我十五 又回到来了我们一天一次的孩子享受环节啦 今天我们会看到什么类型的comment呢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comment真的是非常的多 谢谢你们愿意参与 所以今天第一个comment是来自tristantham hashtag孩子想说 最让人感动的不是你继续拍摄 而是你的热情 与想法 对热血这样东西 其实就是你们给我的一样东西 看见你们那么的support我 我自然而然 都很有moot 要去做这些 所以 最后要谢谢的 其实是你们 第二个comment来自 weishengtws hashtag孩子想说 你那么帅 video那么好看 但是 就view不多 唉 上天是公平的 啊啊啊啊啊啊啊 看到这个comment 我不知道我应该觉得 开心好还是伤心好 对于圣在的这个我呢 我就会认为 这一切都不重要啦 反正是一个很长的路来走 所以 只好珍惜圣在所拥有的啦 第三个comment 那来自小玉吧 我不是很会读 hashtag孩子想说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不需要等到一百千subscriber 直接看你自己的想法 来决定要不要剪 其实这样东西 我选择一百千才剪呢 就当这是好像一个 挡嘎高吻吧 可能是有点幼稚啦 不过这个东西就好像 一个交换这样子 让我自己有点点动力 去改变喔 so这个就是今天的hashtag孩子想说啦 假如没有选中的话不用担心 我还是会读完你们的comment 然后reply你们的comment 所以你们还是可以继续留言 然后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 同样的一千五百千 因为昨天的没有achieve到 所以我们就stay回同个standard先啦 那么亲爱的宝贝 今天我们就回到original的话题好不好 哈啰 我只想跟你讲 突然间觉得你很帅 哈啰 你要跟孩子乐器讲hi吗 哈啰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得他呢 他就是thomson 现在他的人已经是去了australia 所以 不几次才可以见到他 所以要summarize今天所发生过的事呢 就是我硬硬的去赞人家美 或者是赞人家任何东西 看下可以改变到他们的心情没有 so far他们看起来是有笑到的啦 所以也算是成功了 而现在我们就来讲重点啦 为什么我这样子做 对我本身来说 假如一个人的心情开心 他们做东西都会比较顺利一点 所以假如我们有能力去改变人家一天的心情的话 那么我们就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个能力啊 对不对 因为当你看到另外一个人开心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也会觉得开心 所以改变一个人一天的心情 就是要从你还有我开始的 我希望这个影片也可以改变到你的心情 所以呢 希望孩子们也可以一起散发这个正能量 假如你们愿意帮助我 让更加多人开心的话 也许你可以考虑 分享这个video给你的朋友 还有你的家人看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一天啊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好 记得要笑哟 我们明天的孩子们记者见哟 안녕